大家好 我是許民雄 今天是9月2號 今天台北股市 那在其實我們台北股市 今天是開一個小坪 今天在盤上的時間 不長 低低而已 那就開始大概10點過後 就開始一路指數 就一路開始往下滑 那可以 其實我們今天 這整個關盤的重點的地方的話 都是像我們可以看到航運股 還有鋼鐵股 航運今天有一些股票有漲 有一些股票有漲 鋼鐵今天點得蠻重的 待會我們再來談 那今天呢 今天如果 只有 那只有很短的時間在上漲 那大盤那接下來就是 多次一路下滑 那今天下滑這樣跌下來的話 總共這樣下跌154點 那今天 跌成交量大概也是在3400億左右 差不多啦 那今天的跌 跌的加速就很多 今天跌的加速很多 上漲239點 跌有874點 下滑844點 這幾上市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再來注意看一下 像今天還有一個像 今天啊主要 今天如果你看盤面上的話 你就會看到像 像聯電 聯電今天非常強勢 你也知道嗎 那聯電今天來說的話 今天早上像昨天 昨天啊我看著新 就當然啦今天早上是 財經新聞的頭版 然後有說到說 他們預估了 他們假設 用這種假設 實在 實在 我也可以啦 也沒關係啦 也認同啦 因為聯電來說的話 這也是 待會我們再來介紹一下好了 待會再來介紹 再來講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大盤的 大盤整個現在目前的位置 現在大盤目前的位置的話 現在大盤 今天 今天幾乎今天是瘦最低啦 今天是受最低的 今天是瘦最低喔 今天瘦最低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今天是 又是跌破一個 我們的季線 跌破季線 那今天 這裡還是要注意一下 這邊 這邊只有個死亡交叉 就是我們月線 交叉半年線 其實這裡是 很大的一個空頭 這是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死亡交叉 很大的死亡交叉 但是以目前來說的話 整個盤勢 現在處在 處在 已經在回升當中 現在是在回升 所以這裡會比較 會比較把它沖淡一點點 介紹一下 有把它沖淡 這一個 有技術指標來說的話 這個會把它沖淡 沖淡 那目前為止 我就要跟你說 加以 這幾天我也跟你說啊 這裡就在 這裡高檔地方 就開始會在這邊震盪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這樣子的話 我先把它刪掉一下 我有說到 它開始到目前為止 現在的話 就會開始在這邊 開始震盪 開始在這邊震盪 會震盪 台北股市目前為止 現在已經其實反彈起來 反彈到這樣 總共現在有一千兩百 九雄過來市場 有起一千兩百 四十五點左右 一千兩百四十五點 一千兩百四十五點 其實短時間指數算很多 比照個股的話就不一樣 個股的話強弱度 那就差異很大 差異很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今天 盤面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看一下 其實今天的漲跌幅 來我們看一下 其實今天我們可以注意看一下 今天排名上 像有一些重點的地方 可以說一下 像捷利 捷利 5299捷利 這MOSFIA 還有強茂 強茂 這二極底 今天 其實這個都是最近 最近強勢的股票 最近強勢的股票 那今天呢 捷利跌停板 強茂也將近快跌停 還有像可以看到像 漢磊 漢磊最近 都是很強的股票 今天也是大跌 大跌有7% 大跌7% 立凱昨天漲停 今天跌停 立凱做 做鋰電池的 那德偉也是最近很強勁的 很強勢的 那在 在做二極體的 那今天也是大跌 其實今天還有像彭城 彭城還有大鋒 還有大鋒 潔敏 其實這些股票 都是最近蠻強勢的 強勢的股票 那今天都有很大的賣壓 就拉回來 所以超過股票來說的話 當然就是要有買有賣 不是只有買而已 要記得賣 我們也是 今天坦白說 我們今天 也考慮說想要 稍微把它先 有一些股票先把它減碼 但是今天我考量還有一點 就是 目前 以目前來說的話 台北股市 才剛開始在反彈起來 在整理這一段 這個階段的時候 就是在測試 測試看各股的 每檔股票它的強弱度 每檔股票的強弱度 那我觀察到我們手邊的一些股票 還算是蠻強勁的 還有很有支撐 還有很有支撐 那所以我們今天也稍微在 稍微等待一下 我們再觀察 那也許如果再沒辦法 再往上攻擊的話 我們就會先出場 先會賣掉一些股票 那目前就是我們 操作上的話 我們的策略 最近的策略都會這樣子 因為現在 開始就 我就說嘛 其實操作股票來說的話 還是要 還是要注意一些風險 其實差不多來說 股票氣 漲的時候大家很容易可以賺 大家很容易可以賺到錢 光設備都可以賺到錢 但是在跌的時候 那就不一定了 跌的時候看誰的防禦力強 看誰的還有資金控管 還有這些的問題 這非常重要 這些都非常重要 這個是昨天的新聞 這個新聞來說的話 這新聞目前來看 這目前來看的話 應該對我們台灣 對我們台灣的一些鋼鐵業 會比較有利 有什麼呢 現在大陸他們在意志 一直在打鋼鐵的那個鐵礦砂 鐵礦砂的價格 他們自己也要 控制下來 他們自己也要基礎建設 他們不願意買貴啊 誰願意買貴呢 那現在鐵礦砂的話 他們現在就是有在限制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 今天還在跌 鋼鐵礦砂還在跌 但是其實對我們 如果需要去買 像這個原物料 像中鋼鐵礦砂 鐵礦石這個鐵礦砂 這個來說的話 像現在去買的話 當然比較便宜啊 燙啊 比較便宜比較好啊 好啊 但是問題是出在 現在有一樣東西不便宜 航運運費 現在航運運費很貴 貴的很貴 因為找不到船 船存啊 那散裝航運那些 現在目前為止 那個很不容易找啊 現在很貴 現在運費很貴 那還是對我們來說的話 現在對一些鋼鐵股來說的話 是一個比較 也算這個利多 因為我們可以買比較便宜啊 我們可以買比較便宜啊 然後這是中國那邊 他們現在在限制 那這個的問題 其實在這個八月份 這背給 八月車的時候就開始了 八月初就開始 一直一路的到昨天 到昨天 都是一直在打壓 所以有關於鋼鐵 鋼鐵這些方面 不管是說要出 他們自己用就不夠 穿車就不夠 怎麼會拿白鴻 還去出口 出口關稅 現在沒有啦 出口關稅要不要增加的話 可能上出口的話 可能也沒有利潤 也就是說就不會出口 其實他們根本就 他們自己用就不夠了 不要說出口 現在 他們以目前來看的話 他們的量來說的話 他們出口都還不太夠 出口都還不太夠 那這是大陸最近在抑制 就是鐵礦砂 其實對我們 對我們 像我們台灣的一些鋼鐵股來說 算起來是一個利多 我的研判 這是一個利多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利多 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利多 好來看一下 股票有賣有賣 這是很重要的 不然像今天來說的話 很多股票我們也 團中也一度考慮說 要把它解碼掉 解碼 那我們還是先 當然啦 操作的話 我們也是會在觀察 像有關於籌碼 那些籌碼啦 還有它的技術指標 這些還有股票的強弱度 這些我們都會去觀察 都會去評估 那這之前就已經把它賣掉了 這個泰裔 今天泰裔 這個我們已經把它獲利了一個40% 這40% 8月份 這支我們 8月份的話 這檔股票我們是獲利最多了 40% 但是 這一點可惜 這是昨天9月1號 昨天9月1號還跌很多 收在32.2 32.2 今天漲停板 漲停板 35.4 今天 今天就看起來有點可惜 因為今天大跌 今天股票 今天大盤還下跌154點 漲停板 所以這支股票 我就說 這支股票 大億 我雖是都一直在觀察它 但我還是在觀察它 但是我們賣出去的話 也還是有一些原因 因為它 短期間 它還是漲幅 有比較大 漲幅又比較大 漲幅又比較大 14.2 14.2 到36.8 這漲幅算這麼大 超過 大概漲2.5倍 那今天 再一根漲停板 今天是漲停板 今天 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這檔股票 我有說過 我們這檔股票它如果拉回的話 如果拉回 它如果拉回的話 我們會進場來接 這會做下個波段 因為現在才剛賣掉而已 現在我們手邊的一些股票 還有一些其他股票 這樣子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支股票 這個我們會再接 以後有拉回的話 還是有它的利基點 開始啟動 就是在它的 這一個項目 就是因為增加 增加IC 對於這個 實驗震盪器 增加IC晶片的產品 如果有出來的時候 當然不能 只要認證過 開始要生產 那時候 可能就是股價在高點 等到你開始 它晶片已經生產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 就要賣股票 就要賣股票 股票就是這樣做 就是要這樣來操作 因為我們會先預估 會先把它拉長 看它在三到六個月的時間 我要往後看 要看到它未來 這樣來操作 這樣子來說的話 你在操作的話 會比較有勝算 勝算高 而且你也要了解 如果沒有了解 那就是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比特幣 比特幣 目前為止 現在是差不多在 早上在看的時候 我早上去查了一下 現在比特幣 現在它的報價是 四萬九千五百元左右 今天早上喔 這是美金喔 美金喔 現在美金喔 這是比特幣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挖礦有沒有利潤 有 有利潤 當然有利潤 顯卡 顯卡 顯卡來說是 挖以特幣以下 比特幣的話 你就要用ASIC 不然就是要用 HPC 那種高效能的運算 運算才有辦法挖 因為困難度很高 一般來說 就是以太幣以下 就是比特幣以外的 全部都是用這種 用顯卡 板卡 我所說的就是那個顯卡 就是板卡 來挖比特幣 目前為止 現在 其實近期啦 近期這些股票的話 有漲有跌 沒有 有漲有跌 那我認為啦 這個會 接下來會 已經 又到了月初了 現在接下來就是要來 報他們的財報 財報 那其實這幾天可以看到 他們已經有些端倪 已經看到有些股票 已經開始在動 那為什麼會動 就是財報嘛 就是財報 財報 財報 財報好嘛 就是財報好 現在 現在我要等待 那再等待 等到他 財報出來以後 我們就 可能再 在他如果往上推升股價 那我們再把股票給賣掉 最近是這樣來操作 因為月底 月底的時候做 然後先做一個短線的 這是板卡 這個是2465 這是立台 立台 立台來說的話 這 漲大漲 昨天大漲 今天又下跌下來 今天又下跌1.6塊 今天下跌1.6塊 那 以目前來說的話 立台上半年是賺了5塊錢 那5塊錢 今年算了 差不多可以賺 將近快一個股本 將近快一個股本 現在股價目前多少 現在股本 現在65塊 65元 65元 我的看法 這 稍微再整理一下 那 可能很快他就會往上 往上推升 但是啊 但是 你說要突破前高 那個98 可能還要有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 比較長的時間 這是立台 這是立台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2376 那今天 昨天 昨天上漲了大概有4% 今天下跌2.7% 都把昨天 快要把它給吃掉了 那 我的看法 這個今年大概可以賺到 這幾個月 今年可以賺到EPS 大概有 EPS 喔 EPS 今年 今年最少 還有這樣 EPS 今年最少15塊 15塊 現在股價多少 現在股價多少 88 88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低 股價有點低 那 大概 那我們這一波的話 我可能會做到 大概是在這個平台這裡附近 當然如果有突破這個 突破這個前高的話 有突破這個前高這裡附近的話 那我們可能會先做一個 先獲利了結一下 因為反彈 反彈看起來的話 現在目前為止 它的反彈力道沒了 沒那麼強 喔 很慢喔 有點慢喔 有點慢 這檔股票 這反彈有點慢 這是技嘉 這是技嘉 來我們看這個高 Type C 這高速傳輸 高速傳輸 那高速傳輸 昨天很火紅 今天 昨天 昨天 漲停板 這9月1號 今天 9月2號 今天 再漲停板 安格 漲停板 今天又漲停板喔 他的母公司 他的母公司 這支啊 這支啊 8月31號告訴你這支啊 這支啊 這檔股票啊 安國啊 8054的安國啊 那這 這邊可以看到啊 這邊是安國啊 那這檔股票 目前為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這是在 9月1號 漲 漲 差一檔 差一檔 漲停板 今天 漲停板 然後又打開 今天是最高 今天是開低油 開低油 開低油 走高 然後拉 又今天盤勢 就比較大慢壓 那今天他也爆了大量 那我們也考量說 像他現在正在強勢當中 他現在正在強勢當中 那我的看法是喔 這支枸廟喔 很有機會 這一波啦 很有機會 因為大盤如果是不要太弱勢 不要太弱勢 這一波他上 會來突破前高 會來突破這個前高 會來突破這個前高 我是蠻看好 但是短線上來說的話 他今天有爆量 那所以我們 可能會 他可能 可能我們會先做一個 活力了結 那怕他籌碼太亂的話 可能會對股價來說的話 會加長他的整理的時間 會加長他整理時間 那這些 這個是安國 那今天 上漲5% 今天本來是漲停板 那拉回來 今天爆大量 那這張股票 我們會 會 會 會比較嚴密的來觀察他 嚴密的觀察他 那我們今天還會再研判 那明天我們再來做決策 到底是要 去爆還是要把它給先 脫離了結 掉這樣子 今天9月2號 連 連續都起三天 你看 連續漲三天 連續都起三天 三根大紅棒 三天 連續漲三天 那今天也蠻可惜的 今天沒有鎖住 漲停板沒有鎖住 打開 今天爆大量 你如果首先有這張股票的話 你可能要稍微到 賴斯生活圈來這邊來詢問一下 你哪有 你有如果看我的節目 你有去買的話 那歡迎你可以來這邊來 來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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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我會 有空的話 我儘快回覆你 有空我儘快回覆你 這張股票 安國 這張股票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台積點 到目前為止 還在延燒 今天聯電在創 21年的新高 今天最高聯電有到67塊 相關有到67塊 這聯電 這台積電的漲價潮 真的帶動了很多很多 一些晶圓代工 真的非常非常強勁 現在 那我們當然 我跟你說 我們做是做 第三代半導體材料 當然要做材料 做材料 今天 其實今天排名上的話 這些股票 像我們有看到說 這漢壘 漢壘今天跌幅很重 因為現在 現在 他 目前為止 我 昨天查了一下 因為他現在 像 像投信買他的權 買的越來越多 不會越來越多 買了將近大概有7%左右 漢壘 投信買了7% 所以今天變成說他會比較 會比較 會比較弱 賣壓比較大 大家會害怕 投信 你已經買很多 你如果 不入序 不再買的話 那你就是等於說你要怎樣 要結帳啊 結帳的話 要是我有這張股票的話 當然我也會很擔心 我也最煩惱 那 這張股票 裡面就這支股票 無前為止 還沒有 投信幾乎沒有再碰 這張股票 這張股票幾乎沒有再碰 因為現在還賠錢 現在還要了解 太極 太極 目前為止 那太極今天也是很可惜 拉高起來 我們沒有把它給獲利了 拉高有牛管起來 那後來又往下殺 後來又往下殺 這是在8月20號的時候 然後 8月20號 公開喔 有沒有機會 禮拜五 禮拜五下午 讓你回去 讓你回去看 那 這個到 這幾天 這到今天 來 這給你 到目前為止 他現在 反彈起來 現在開始在這邊整理 他現在 一直高檔不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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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很煩惱 很煩惱 那今天是跌幅有 4%1.5元 那 我們要再觀察一下 因為今天 他 還支撐 還有支撐 那月線之上 今天點到月線 那反彈上來 算還滿強勁 那目前為止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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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億高票 我們 他如果 再沒有辦法再 往上 再往上走的話 我們要先獲利了結 這一檔股票 我們要準備獲利了結 幾億高票 太極 那 其實最近 這些 這些股票 像 其實他們政府是很大 個股的一個盤中的政府 真的是很大 政府真的很大 今天最高有來到368 368 368 是我 上一波段的時候 我們 這樣 這邊 我就賣掉就是368 價格就在這邊 我們賣掉368 就在這裡 賣 所以我今天看到 他來到高點的時候 368 哇 今天 也是滿想要 把他賣掉 沒想到說 這368 怎麼 怎麼又沒 就很快的又往下拉回來 這支股票 這是太極 我們 他如果沒有再往上推升的話 我們要先把他給獲利了結 這支股票 準備獲利了結 那 這是上一波 把他賣出去了 在這裡 就是 賣在這邊 368 賣在368 在這裡 這是在 7月15號到8月10號 這大的 這是太極 現在目前為止 他們主要 不是 他們 他們股票 這個股票 現在起的不是太陽能模組 不是在太陽能模組 他漲的地方是在漲這個 碳化系 第三代半導體的碳化系 他是漲這一個 他在漲這部份 現在還在 他們現在還在 在德法英 德法英日 那邊還在 還在認證 還在認證 他們的碳化系還在認證 這些 這些未來來說的話 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市場 這非常大 這是未來的 這是未來的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資源 今天很精彩 今天 8月17號 我就說已經要 他已經落底了 已經機會來了 他已經落底了 86.7 今天蠻可惜的 這 8月17號 這是在 這是在 這是在那個 禮拜一 禮拜二 來 漲 漲停板 今天 昨天漲停板 今天 我們可以看到 來 這昨天漲停板 今天 今天 你們 今天 拉上去 拉上去 但是今天又拉回來 平盤 今天又拉回來 平盤 今天還是收盤 在109 今天 9月2號 今天收回來 還是在平盤 那今天 在盤中 有一度有到達 115塊 漲6塊錢 但是我們還是 也是沒出 沒有賣掉 沒有把阿球 給你了解 我們 因為他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他還是 因為他漲 他 他還有持續在創高 我有說 他有持續在創高的話 我們會持股續爆 持續在創高的話 我們會持股續爆 他如果是開始往下 開始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往上推升的時候 就像前面這邊 他拉回來 沒辦法再往上推升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準備 要把它給獲利了結 這樣 操作是這樣 那我們 目前為止 這是我們最近 所操作的這些股票 這些股票 聯電今天 排名上 你可以看新聞電視 今天打野爆量 他也是爆量 今天最高來到67塊 67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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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高點是63.9 63.9 我也說 他只要補量的話 他很快就會突破這個63.9 有 要不要補量 有啊補量 補量 現在 今天補量更多 今天 今天一度有漲到 有漲到3塊錢 3塊 將近快要有 差不多 五頭買了 4.5%左右 今天 今天反而拉回來 拉回到盤下 下跌一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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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電 這個股票 現在沒有錢為止 這個股票 還是一樣 你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的話 可以開始解碼 開始解碼 可以開始解碼 他如果 你在觀察 我告訴你 你在觀察 他如果在高檔地方 再不過高 再不過高 那你就 有賺 這邊才起來 有賺 先獲利了結 先獲利了結 準備下一階段 因為最近 這是在被台積電給 被台積電 他所推升 共同推升上來 共同推升上來 所以 這 還是要用的 要獲利了結 要獲利了結 目前為止就是這些股票 那我們今天 今天節目 就先到這邊 那你如果 現在你手邊 我不知道 因為今天來說的話 很多股票都有重挫 很多股票有重挫 那你手邊 如果 那如果有一些股票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我歡迎你可以 留下你的資料 或是來電 還是留下你的資料 告訴我 那你哪些股票 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我來告訴你 我來告訴你 每人限制最多兩檔 最多兩檔 不然我沒辦法付 太多了 因為我還有其他事情 有一些股票 還有一些產業 我要研究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那也祝你投資順利 那我們明天見 你看到你 最後一次 還好 就可以嘗嘗 disappoint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